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定挣扎最先烟入海 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你会见 我的车在前面 你们到那边等我一下 好 好 好的 我给你吃 我今天吃外景 现在刚到家 今天事务所聚餐 那我自己在家吃 就这样 喂 我晚上不跟你一起吃饭了 我们事务所有聚餐 晚上你不用来接我了 哎呀 真的是聚餐呀 行吧 你自己吃吧啊 拜拜 莉莉 好像自从很好了 你男朋友就特别喜欢黏着你 一会儿一个电话 该不会是担心你做坏事吧 我们事务所一堆钻石忘了我 能不担心吗 说的也是 咱们事务所虽然不是规模最大的 但是帅哥肯定是最多的 是啊 哎 还有好多人向我打听 咱们事务所律师的情况呢 那 当然啦 问何律师的肯定是最多的啦 何律师 我就是替他们问一问 呃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 我 对啊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呃 何律师啊 你有喜欢过别人吗 那 anywhere 等下 在长导 backs 等下 哇 然后 看来今天人数要创新高啊 心里我们算了 这是退了 这两次交给你 我也放心 不算抢到了 这么多人到哪去骗 太不收 借个费用一下 够 你快点 你回头脚摆文化 报名雪上的军又不高来一笔 你起的真急吗 快点 好了好了 帮你 快点 拍下 拍下 你见我 好 赵小姐 那何啸草正在前面怎么的 要动了 拍下拍下拍下 为了庆祝我跟室友 顺利进入辩论社 请你们喝 这无功不收录啊 你们进入辩论社 请我们喝这个干吗呀 普天同庆呗 走了 真实美 还挺可爱的 葛一辩论社 你是辩论社的副社长吧 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 你老实交代 这姑娘进入辩论社 是不是你迅速舞弊来着 要不然她一个化学系 都怎么能进辩论社 我不清楚 嗯 下午还要选顺客 我先走了 把人家姑娘肯定的养肉都拿走了 别辜负人家一般好戏 喜欢喝你就自己留着喝吧 好 有机 着 五分二十五秒 别昨天还慢了 慢慢这样吧 姨晟 下午你在前方 我在后面追 我给你们跑特别特别快 挺好的主意 要不然 随随便在你面 在我面前调你照片 照顾啥 会趁着休的 真的 好了 休息二十分 再一次 好 当然 那 那他一定很优秀 恰恰相反 他一点都不优秀 念书的时候成绩马马虎 整天只想通过 个性丢三拉四 尺寸让人偷偷 好了 这道题我给你写了三个解法 好 你都背下来 你太可怕了吧 不是说你们法学院的高书 要比我们的简单吗 我高中学的是理科 我为什么要学化学吗 不然你带我学好了 你们化学系也会觉得 有你这样的学生市场灾难吧 你给点面子嘛 好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 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 还你 你让我有心脚 我有什么办法 也教你 神魂颠倒 你的眼睛在笑 我望着 你的眼睛在笑 我望着 你的眼睛在笑 我望着眼睛 我阅读理解 我阅读理解 错了一半 你这样四季怎么过 丁城 我才大意呢 我大意就过了 要不要他 摄在你身后边 我和你要去 玩玩新鲜的春天 像阳光散开肩上的夏天 赵诺生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 侠义丙丁这四个人 各负责任 应该怎么看 第三排在这个女生 来 第三排这个女生 对 就这点 你来回来一下 加义丙丁应该喜欢 怎么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要想那么久吗 把他们都关进去 怎么说 我看了去 怎么说你对我讲的这个新法课 那么感兴趣 教授 人家 是跟着男朋友来上课的 别弦跟我摔在你 请问一下她是谁的女朋友啊 能不能站出来让我认识一下 就像这未来的事情太遥远 一起去环游世界也很难实现 我这 何同学啊 学习光一个人好不高 家庭教育非常重要 一个堂堂法学院的大才子的女朋友 居然是个法王 以后走出去 脸上也不光彩吧 她一定很漂亮吧 对啊 还不错 不过比她漂亮的人也不少 那一定可有气质了 她很丑 不优秀不漂亮又很吵 合流是明月的事 真是 那时候眼光不好 喜欢就喜欢了 没有办法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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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先进个澡吧 来来来来 都进来吧 到了这儿 就千万别客气 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冰箱有各种饮料 想吃吃想收喝 但有一套 许吃不许 不错 拜什么 住这座好家的人 从来不惯情 我惯情吗 还惯情 这里面有卫生间 相信老现在又可以起 哦 那真ak的 themselves 怎么样 没见过她 什么淡阿 这个外苍呢 surprise 晚上这个这个烛包晚餐变化更美 像那样cl In陆 还有瞬间 chopping 在这里是不是 datos 嗨 来 给你们借着 去吧 借着什么 哥大律师 你先帮我照护一下 这什么情况 你不是说要聚餐吗 对啊 就为了家里 你也不说一下 我刚刚就这么跑出去了 你的头发 没有啦 我今天跟小红一会儿出去出外景 落回一个发型屋 进去之后就被人献着了 我去之后就都对我去 你现在OWS了 你一定如果是演个偶像 要聚餐 你得理应该空 也不如和他 几十ぐ 不知有了 这么快就好上了 不会吧 这什么效率啊 而且我感觉他们同居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刚才还在说 何律师一般正经呢 居然和别人同居 看错他 据说 这何以琛啊 只要一遇到赵国超 所有的原则啊 都可以打个折扣 怎么样 非法同居 合法 合法什么意思 就是男女双方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建立的长期契约关系 简单的 各位 惊天地气鬼神的爆炸行星 咱们的何大律师 和刚才那位 不是非法同居 你要准备红包吗 他们现在是妖装家事 他们居然结婚了 这个情况 不是 承诺 宅 你发现了我们的美酒 和吗 连同居 非常好 此外 各位 我第一次见到你 是你捡到了何律师的钱包 来事务所归还的吧 好像是 你知道那个吗 他第一次来事务所 是我接见的他 那个时候呢 他捡到了何律师的钱包 可能因为里面有身份证 或者证件之类的吧 所以他就来事务所归还了 所以我推断 他们俩肯定是因为 这个钱包而相识 从而呢就产生了一段 非常美好 而幸福的爱情故事 所以说女士们先生 诗经不媚多么重要 以后捡到了钱包 一定要记得归还 坦白存胖 看着是什么一样的 那个恋爱经过如实招来 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可能成为呈藏正宫哦 好 我坦白 能不能一边吃一边说 来来来 我提醒啊 让我们一起祝福这对新人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来 新婚快乐 这人生真是不可思议啊 你们绕了这么大一圈 没想到还真能绕回来 说实话 七年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你让我怎么回答你 我也知道什么最重要 不过你小子嘛 脾巷都只能自己叫什么 自控能力都非常强 很久没见你抽烟了吗 几乎不错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抽烟的味道 没看 那时候我觉得 这真是个好东西 它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 还有可做的事 恭喜你啊 兄弟 你真是放下来 多谢你 咱们也进去吧 走 太脏醋了 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刚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没说过 把他们帮家里了 你不是跟我抱怨 不帮你介绍给朋友亲人 谁不喝吐了 谁也不许走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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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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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滴妹得赔一个 好 你这个高 吹掉了你 只要再看一个 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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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咱们 给我坐 快快快 快快 快 谁 谁说到了 不说好 住我家的吗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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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把你放回来 你啊 这个我给 哥们 低胃靠的 你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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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谁说到了 不说好 住我家的吗 你都不错了 家里人说好 你都不错了 你都不错了 其他人 这个事后会在楼下 不送了 不送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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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别我给 哥们 坐下 我去收拾一下 不用了 明天等终点公关来收拾吧 那我先去睡觉了 等一下 昨天你问我的问题 我只回答了一半 什么问题 还有前半个问题 我没有回答 我不后悔 我没有回答 我给你 你看我这狗坏的头发 小心点啊 你看我这狗坏的头发 你看看 手挺好看 走 就因为你 你全当正好人人 我现在这人不愿意的 就怪你 真好看 我给你把呵护吧 蛮好看 诺畅 你也惨落毒手 是啊 不不我觉得笑我挺好的呀 先去影棚了 拜拜 拜拜 哎呦 难道说 他的男朋友 也就是女妹的哥哥 也喜欢这种造型 那 会不会兄妹的审美很类似 你够了啊晓晓啊 你够了啊晓晓 陆远峰 你为什么要讲 这么一个高笑的发型啊 那个 你不是 一直都嘲笑我的品位吗 如果 如果这是你的品位的话 那我真的是跟不上啊 我做不到啊 小子 你们你们不觉得好笑吗 小子 你说小小一种女出名病是不是特别过分啊 我一想到我们杂志社 还得再跟她合作一年呢 我就痛不欲生 她其实人挺不错的 大学的时候很蠢朴 蠢朴 她怎么淳朴了 像她这种 只会买大块宝石的女人 怎么跟淳朴沾边啊 工作上的情绪 不要带到工作绝处 会影响心情的 你才关心了我 是啊 当然了 那我先上去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一门 你每天这么忙 下班 送你回家 是我不一能陪你的时候 对不起 我最近 真的工作很多 我没有 我不是那意思 那就好 那我先走了 好 你等等 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你没发现过 今天有什么变化吗 什么 我 我剪头发了 我 我看到了 挺不错的 没有 没有 我今天 跟萧萧吵架就是应该那个 好像是有一点奇怪 不过还好 那 我先上去了 好 明天见 这 备备 不错 不错 因为不在我 所以才会觉得不错吧 这头发明明这么长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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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结婚了 比较仓促 谢谢你 您好 真的 是真的 这些忘了告诉你们了 到时候 到时候一定请你和喜着 谢谢 好 好 好 喂 你好 对的 时间还没定了 定了一定第一个告诉你 谢谢 喂 你好 对对对 老爷说的没错 我结婚了 是 事情都在安排了 好 没听见 这何律师结婚的消息 咱们圈子都传遍了 我都已经能想象到 这哀鸿殿野 方心破碎的场景了 你说何律师的太太 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她老公上期搬来 这么可爱 当然是幸运了 你想一下 这又有美色 又能赚钱 还这么洁身自豪 她还想怎样 说到这样吧 莹莹 你敢把这话 在何律师的面前 再说一遍吗 我还是去工作 是是是 谢谢你啊 到时候一定要到 到时候 还要你当整活人呢 整活人好啊 只要能省红包 当什么都行 啊 不 年后太晚了吧 啊 等校庆完了就办吧 校庆 对啊 不 这学校给你的邀请了 好 我来 啊 你玩这事 是不是每天都做了一个主题造型啊 是在哪儿端够的呀 哎呀你别死我了 你不是认识啊 你不是在联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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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什么好呢 我可能在联施 我套路了 你让我帮你了 你让我帮你了 你行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不用拯救的 下课里还可以 我觉得何雨晴一定会喜欢的 我觉得何雨晴一定会喜欢的 因为她已经习惯你怎么玩了 别怕人生气好不好 哎哎哎哎哎哎 回来好吗 请不要在我面前秀幸福 谢谢 昨天你问我的问题 我只回答了一半 什么问题 还有前半个问题没有回答 我不后悔 对了 你刚刚说团个什么 陆远峰啊 她她也弄了一个那那样的 你们这帮时尚杂志 真的都很有审美 她她昨天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 她可不会是 看我弄到这个 她还去搞了一个跟我一样的 什么什么呀 别提她的事了 我今天可是有重要的事要交给你 那 电影处女座 你选个位子吧 我来买单 你竟然拍电影了 什么意思嘛 我什么不能干啊 那就算是不会干 我当个花瓶人就行吧 好一个男孩 有阴谋 消息啊 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特别忘了 我是你老婆的大学室友 你们结婚不告诉我也就罢了 现在我打个电话问问怎么 你现在不是知道了 不要上车了 如果有公事超话断说的 行了 行了 你的这种脾气 也只有握胜的事了 是这样 我参演了一个新的电影 送你两张票 晚上带她去看呗 电影 寄完 对啊 你不会不换场吧 好 你在哪里 我让我助力去取 大哥 现在已经是毛洛时代了 谁还取票啊 这样啊 我一会把取票 买放到你手机上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取啊 好 大哥 我告诉你 吴珊 宵 小巧给了我两张电影片 她残也能定 你在那儿 我过来接你 你一起吃饭 然后去看 今天晚上啊 好像有的拍摄了 那就坐 没有没有 我刚想起来 那个陆远峰 我可以跟他换一下 你不用过来救我 我自己过去就好了 就这样 拜拜 你还能再有出息一点吗 好歹你要多撑一会儿吧 你现在这样一分钟都不到 你可以把你拍得漂亮 谢谢 打电话看看是不是给错票 喂 上梅 你是不是给错票了 没有啊 就是那个乌龟历险记啊 我跟你讲啊 我配的可是乌龟妹子 就是那个女二号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怎么开玩笑了 你看啊 你们俩以后总要带着孩子 去看动画片的 对不对 你们就当实习一下嘛 我很忙 挂了啊 拜拜 拜拜 她说是她演的 女二号乌龟妹子 佩音 不过我觉得 看看动画片挺好的啊 有意识心健康 尤其啊 你应该多看吧 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不予采讨 还有半个小时就开场了 好 那我们去休息室坐走吧 好 哎 你放你放 好 我不吃这个 确定不吃 确定不吃 三号进去面前吧 好 好 你呢 你可以吧 那被捏了 你呢 还 дер了 就是我 是 你呢 你们也来看电影吧 是啊 你们也是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是陌生杂志社的同事 陆先生 你太客气了 就叫我小陆就好 表芳 你今天好矫情啊 那个 现在不矫情 什么时候矫情啊 应该的 什么时候有空 帮我们一起吃个饭 好啊 我都行 看已没时间吧 再说吧 我最近比较忙 是啊 天天让她加班 电视台都不白当女孩子 怎么突然忙成这样 没什么 你们买的什么票啊 不会跟我们一个场吧 我们是小小送的票 无归利显记 对 就那个 动画片她有出演 啊 乌龟利显记 小小想红想疯了吧 这电影估计到时候票房啊 肯定得参赖 我没卖爆米花 我去买爆米花 哦 人品家风怎么样 都了解清楚了吗 还没到那地步呢 哦 对了 这阵子你们长怀快消庆了吧 嗯 刚收到邀请函了 孝庆 我怎么没有收到邀请函啊 你是退学的 没资格参加孝庆 可是我是家属 我 我可以作为家属参加 翻好了 我们快开始了 我先去了 你好 不好意思 你们时间还没有到 新单是三号厅 三号 又不是三号 这边请三 那我们先进来啊 拜拜 拜拜 那咱俩要不然 云峰 我头有点晕 我想先回去了 好 对不起 来 我 你 我想到电影还不错 看来上没果然是有点眼光啊 嗯 你们和远峰他们好像还没分手了 你们要不要等等他们一块吃个饭水吧 你那个同事怎么样 远峰啊 挺好的呀 感觉他是一个很很单纯开朗的人 怎么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什么 下午我给你打电话 你说你晚上有工作 然后有说和陆远峰换班的人 既然这样 为什么陆远峰会出现在电影院 所以下午 萧萧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你真的是神侦探 好律师 不过你不觉得你做律师好蛮某人才吗 要不你转行做球场吧 没有转移话题 我没有转移话题 我没有转移话题 我倒很真心诚意地夸你 吃饭哪 喂 我的配音怎么样 精彩吧 很好啊 很有元气 而且还有层次感 行了我还不知道你吗 就会挺好听的说 我经过了这一次 我决定去电影圈玩一玩 你要去电影圈啊 电影圈会不会很复杂啊 这话说的 什么圈子不复杂啊 唉 那好吧 那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不过我看好你了 那合同你要记得多让影哲帮你看看 哦 不对啊 昨天我们那个把戏啊 被影哲拆穿了 什么叫我们的呀 明明是你自己的好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过你们俩也真是的 怎么都到现在了 还跟大学时候谈恋爱似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和雨晨 现在应该算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夫妻不太像夫妻 可是她 好像也不生气了 好像也不生气了 我和雨晨 也不犯了手 低头沉默 安静的嘶嚎 分开不过是眼泪 暂时停留 在我的眼眸 从今后你的难过 不再有我 是否忘记我 再一万次你回过头 你会发现还有我 陌生的玩具 总是来不及 代替我的不安着急 这一场游戏 没有人犹豫 向我绰绰犹豫 等待最后一眼 最后一遍 最后一天 最后一点滴滴答答 消失的时间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 到处幻灭 这陷陷的告别 远海暗线 终结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 到处幻灭 这陷陷的告别 远海暗线 终结 这陷陷的告别 远海暗线 终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